种植树博并不轻松 但对屏东博大尼的憨额来说 这个过程却是相当甜美 在市长的教导下 他们将农作物采收下来 到高平地区贩售 由于价格公道再加上安全有保障 因此广受消费者的喜爱 让这群憨额真正体会到 自力更生的成就 绿竹笋大小失中 但每根都长得饱满 呈现牛角形状 他们都是博大尼之家的学员 赶在天还没亮前就采收下来的 难怪特别受到消费者青睐 弯弯远远的 比较短比较好对不对 对 那你们是不是都前一天 就要先去做鸡一号 然后隔天一早太阳还没出来 就赶快去 这些就要把笋去 对 不止绿竹笋 摊位上还有青葱 莴炬红线菜 甚至鸡蛋 香肠 应有尽有 就像迷你版的菜市场 蔬菜肉类以次齐全 而且每一样都是远从屏东 国大尼之家 安心栽种制作的农特产 就是除了就是你可以吃得安心 然后就觉得 你背后 你这消费的用 背后的用意是很好的 可以帮助到 这一群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他们 他们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他们可以自力更生 然后借有 借有老师协助可以自力更生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就是要给他们有一个技能 工作疗愈 因为他们如果说是 你让他吃饱了 然后等着出去睡觉 但本身他们的那些技能 没有实现 没有去发展出来 那最后真的是有种出来了 我们就要让他们 有这个产子出来 他们想要出去玩 就有自己的零用金 想要去买东西 也就有零用金 屏东博大尼之家 收容照顾孤儿 脑性麻痹及智障儿童 院方透过栽种蔬果 及养猪养鸡的过程 自然疗愈 培养他们一技之长 表现好有自力能力的院生 就能像这样 外出卖菜跟消费者互动 为自己赚取 零用花费 也建立与社会接触的信心 让人看见 看而不再只是被照顾着 也能是自己钓鱼 自力更生的成年人 港都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彩虹报道